3 2 1 当我得知我们在水下刺破气球可以得到一个类似于核弹爆炸的场景 我就知道了我面前这个闲置已久的水缸终于派上了它的用场 网上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把气球在水底刺破 然后它这个气体一瞬间释放出来 并且浮出水面的时候会得到一个类似于核弹爆炸的蘑菇云 水蘑菇云 那么今天我们来亲自实验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得到这么壮观的景象 那么实验需要的水缸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气球 看看这里有非常多的气球 吹成大小不一样的一些气球 看看大小不一样的气球在水下给它刺破 会不会产生不一样的爆炸当量呢 好 从大到小是4个气球 我们从小的开始 我低估了这个气球的浮力 它的浮力非常大 现在刺破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从上面往下看 好像没有太大效果 我来去看一下回放 哇 还真的是有一个蘑菇云的形状 非常好看 虽然这个蘑菇云不是非常大 但是还是比较震撼的 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下更大的 三 二 一 哇 这个水穿得好高 刚刚空气上升导致这个水都已经穿到水房之外了 我感觉底下的画面应该更加壮观 怎么样还不错吧 接下来是更大的 我的天哪 这个气球浮力太大了 我只能把它按下去了 哇 这样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个蘑菇云爆炸的效果 现在这个地上全部都是水啊 我感觉这个实验逐渐朝着麻剑打系列发展了 哇 这个气球想把它按下去都非常的难 哇 天哪 好 勉强给它按下去了 我只能这样才能保持它在水中稳定 我只能保持它在水中稳定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